阴阳英相大论篇第五 皇帝曰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刚迹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使 神明之福也 治病必求于本 故积阳为天 积阴为地 阴静阳造 阳生阴长 阳杀阴藏 阳化器 阴成形 寒即生热 热即生寒 寒气生灼 热气生清 清气在下 则生响泻 浊气在上 则生枕杖 此阴阳反坐 并知逆从也 故积阳为天 灼阴为地 地气上为云 天气下为雨 雨出地气 云出天气 故积阳出上翘 灼阴出下翘 清阳发凑理 灼阴走五脏 清阳十四支 灼阴归六腑 水为阴 火为阳 阳为气 阴为味 味归行 行归气 气归经 经归化 经时气 行时味 化生经 气生行 味伤行 气伤经 经化为气 气伤于味 阴味出下翘 阳气出上翘 胃后者为阴 薄为阴之阳 气后者为阳 薄为阳之阴 胃后则泄 脖则通 气脖则发泄 厚则发热 撞火之气衰 烧火之气壮 撞火时气 气时少火 撞火散气 少火生气 气味心肝发散为阳 酸苦永泄为阴 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 阳胜则热 阴胜则寒 重寒则热 同热则寒 寒伤行 热伤气 气伤痛 行伤肿 故先痛而后肿者 气伤行矣 先肿而后痛者 行伤气矣 风胜则冻 热胜则肿 躁胜则肝 寒胜则福 失胜则弱谢 天有四十五行 以生长收藏 以生寒暑造诗风 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悲忧恐 故喜怒伤气 寒暑伤行 暴怒伤阴 暴喜伤阳 觉气伤行 满脉去行 喜怒不解 寒暑过度 生乃不顾 故重阴必阳 重阳必阴 故曰 东伤于寒 春必病温 春伤于风 下生响谢 下生于鼠 秋必玄虐 秋生于诗 东生咳嗽 地月 于文上古圣人 论理人行 列别脏腑 端落经脉 汇通六合 各从其经 气血所发 各有畜名 戏骨蜀骨 皆有所起 分布逆从 各有条理 四时阴阳 尽有经济 内外之应 皆有表理 其信然乎 其伯对曰 东方生风 风生木 木生酸 酸生干 干生金 金生心 干主木 其在天为玄 在人为道 在地为化 化生无耳 道生智 玄生神 神在天为风 在地为木 在体为金 在脏为肝 在色为仓 在阴为脚 在身为乎 在变动为卧 在翘为木 在胃为酸 在智为怒 怒伤肝 悲胜怒 风伤金 造胜风 酸伤金 心胜酸 南方生热 热生火 火生苦 苦生心 心生血 血生皮 心煮舌 其在天为热 在地为火 在体为脉 在脏为心 在色为赤 在阴为争 在身为孝 在变动为忧 在翘为舌 在胃为苦 在智为喜 喜伤心 恐伤喜 热伤气 寒胜热 苦伤气 咸胜苦 中央生丝 丝生土 土生干 干生皮 皮生肉 肉生肺 皮竹口 其在天为丝 在地为土 在体为肉 在脏为皮 在色为黄 在阴为宫 在生为歌 在变动为语 在翘为口 在胃为肝 在智为丝 丝伤脾 怒胜丝 丝伤肉 丝伤脏 丝伤脏 肝伤肉 酸胜肝 西方生脏 脏生金 金生心 心生肺 肺生皮毛 皮毛生肾 肺主鼻 其在天为灶 在地为金 在体为皮毛 在脏为肺 在色为白 在阴为伤 在生为枯 在变动为渴 在脏为肺 在胃为心 在智为忧 忧伤肺 喜胜忧 热伤皮毛 寒胜热 心伤皮毛 苦胜心 北方生寒 寒生水 水生咸 咸生肾 肾生股 肾生骨髓 髓生肝 肾猪耳 其在天为寒 在地为水 在体为骨 在脏为肾 在色为黑 在阴为雨 在生为生 在变动为粒 在翘为耳 在胃为邪 在智为孔 孔伤肾 思胜孔 寒伤血 躁胜血 咸伤血 肝胜血 故曰 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 阴阳者雪气之难予也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 阴阳者万物之能食也 故曰 阴在内阳之手也 阳在外阴之身也 阴阳 法阴阳奈何 齐伯曰 阳圣者身热 凑里闭 喘出为之抚养 汗不出而热 齿肝已繁渊 腹闷死 能冬不能下 阴圣者身寒 汗出身长清 树立而寒 寒者觉 觉者腹满死 能下不能冬 此阴阳更胜之变 并之行能也 帝替 调之二者奈何 齐伯曰 能知七损八亿 则二者可调 不知用此 则早衰之结也 年四时 耳阴起自半也 起居衰矣 年五时 体重耳目不聪明矣 年六时 因尾七大衰 久俏不立 下须上时 替气聚出矣 故曰 知知则强 不知则老 故同处耳一鸣 智者察同 愚者察义 愚者不足 智者有愚 有愚者耳目聪明 身轻体强 老者富壮 壮者益智 誓以圣人 为无为之事 乐舔淡之能 从欲快之于虚无之手 故寿命无穷 与天地诸 此圣人之志深也 天不足西北 故西北方阴也 而人右耳目 不如左明也 地不满东南 故东南方阳也 而人之左手足 不如右强也 地曰何以然 齐伯曰 东方阳也 阳者其经病于上 病于上 则上名而下须 故是耳目聪明 而守足不便饮 西方阴也 阴者其经病于下 病于下 则下顺而上须 故其耳目不聪明 而守足便饮 故居敢于邪 其在上则右肾 在下则左肾 此天地阴阳 所不能全也 故邪居之 故天有经 地有行 天有八计 地有无礼 故能为万物之父母 清阳上天 浊阴归地 事故天地之动静 神明为之刚迹 故能以生长收藏 终而复始 为贤人 上配天 以养头 下项地 以养足 中磅人士 以养五脏 天气通于肺 地气通于意 风气通于肝 雷气通于心 骨气通于皮 雨气通于肾 六经为川 肠胃为海 酒窍为水珠之气 以天地为阴阳 阳之汉 以天地之雨明知 阳之气 以天地之急风明知 暴气向雷 逆气向阳 故知不法天之计 不用地之礼 则灾害之矣 故邪风之志 急如风雨 故善知者之皮毛 其次之肌肤 其次之筋脉 其次之六腑 其次之五脏 至五脏者半生半死也 故天之邪气 感恩者害人五脏 水谷之寒热 感恩者害于六腹 地之湿气 感恩者害皮肤筋脉 故善用真者 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 以右之左 以左之右 以我之笔 以表之理 以观过 与不及之理 见微得过 用之不待 善诊者 察四暗脉 先别阴阳 沈清浊 而知部分 试喘息 听阴声 而知所苦 观犬恒规矩 而知病所主 暗尺寸 观浮尘滑色 而知病所生 以至则无过 以诊则不失矣 故曰 病之十七夜 可赐而已 其胜可带衰而已 故因其轻而扬之 因其重而解之 因其衰而张之 行不足者 温之以气 经不足者 补之以味 其高者 因而悦之 其下者 因而截之 中满者 泄之于内 其右邪者 自行以为汉 其在皮者 汉而发之 其飙汉者 汉而收之 其识者 散而泄之 善其阴阳 以别柔刚 阳病之阴 阴病之阳 定其血气 各守其香 血食亦觉之 气虚亦治亦之